接受 林智杰 看到 李航元在這一季 確實是 一開始讓人家覺得 今年真的有機會可以挑戰這個冠軍的獎賠 洪凱傑回到了板凳區 只是比較累 想要走一走而已 哪一位 看起來是智杰 球給智杰 比腳翻身跳投 要吃李家康 球算出來了 41%的外線命中率在李家康這一邊 林智杰 有戰有得一個優勢喔 林智杰 背框單打 斜防過來 李家康寸步不讓裁判說徵球 會比較希望是用打點的方式 那在第一個組合的時候 是比較多的一些球流動跟切傳 然後在三分線的把握度又突高 智杰轉換邊 球給智杰 外線出手 野獸 受上了遙遠祝福 這樣好的一個優勢 來看一下這一球 傑哥的跳投美如畫 在借用奎哥的美顏 林智杰的衝向籃板 球 林智杰落到晴恩手上 再戳一個三分 真的是他打開之後 這球確實是繃到腳喔 這球是團隊的第七顆三分球 這是傑哥的一個寫法 對 林智杰 林智杰 是對於這個吹判不太滿意喔 他說 林智杰有犯規的嫌疑 但是裁判說 球是砸在他的腳上 出道界外 哇 這個 家康眼睛死死定的球啊 哦 家康也是四節守的這幾年 守得非常有心得啊 對 現在沒有輸可以定了 當不了定輸機啦 但是 要挑戰一下 再當訓獸師第二號 那對關打右的防守 背框 轉身 再加給空手切入的周桂宇 歸於逆流而上 現在 副方順風順水 金恩能夠承受這股氣勢 要投一個大號三分 傑哥跟金恩 都是單打之後 能夠再找到 這樣的一個空檔 對 威希上來掩護 林智杰打一個Pick and Roll 撤到三分線外 智杰沒進 有很大的一個優勢啊 林智杰 要在空中 一塊手運球 哇 連續幾波都沒有成功啊 故意的出現失誤 林智杰 把球交給金恩 再送周桂宇 桂宇 桂宇在籃底下 已經卡好了 同時也是聯盟當中選秀探荒 一次的轉移 踢腳 金恩 wide open 海一樣大的空檔 不到20分的差距 但是領航員的球迷 要看看這場比賽 他們的小將 球發進來就贏了 好沒問題 最後的比數是 117比114 勇士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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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